我的电影创作一直关注着普通人的生活 不论是电影设计中国的哪个时代 我的电影都是关注底层人的痛苦和欢乐 还有他们的梦想和希望 我的电影描述过旧中国人的挣扎 也呈现过中国革命进程中普通人的命运 同时也侧面的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 四十年老百姓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 总的来说我的作品比较少的直接表现政治和社会的问题 而是力求表现人类共同面临的终极问题 人类的共同处境 我希望我的电影所有的人都能看得懂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能看得懂 这是一部欧歌理想主义精神的电影 它是人性的证明 长征这个伟大的壮举是人类面对自己的一次胜利 也是女性的生命力的一次证明 女性做导演真的很不容易 无论是从生理方面还是从心理方面 因为这个导演工作 它不仅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工作 也是一个生产管理方面 女性的确是比男性从事这个工作要艰难得多 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认为这个情况还是整个的发展的方向还是好的 对女性从事这个职业 比如我们中国就有很多女性已经开始从事电影党演工作 她们非常年轻 由90后甚至00后都已经开始这个艺术实践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相信这个世界只要女人和男人携手共进 才是一个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不是一个绝对的女权主义者 我更希望有生之年再多拍几部 就是我有感而发的电影 我拍过电视连续剧 也创作过电视连续剧的剧本 但是我个人的体会是 我觉得电视作为一个媒体 它有一个媒体的作为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它不是那么适合个性的表达 我更关注人的个体生命的状态和社会的关系 可以说是更关注一些个终极问题 比如说人的生死爱恨 如果中国作家写出了一部 像加西亚·马尔克斯 那个霍兰时期的爱情那样一部伟大的作品 我非常想拍它 我看过美国人拍的 我觉得他们拍的不好 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